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的追击,我是岳哥 北京时间9月25日,中国的央媒是发布了长篇的报道 提到,或者说概述习近平从9月20日起在浙江省多地视察 以及9月24日返回北京途中 顺道视察山东的相关的行程及谈话内容 其中啊,习近平的谈话的两个要点,现在海外的媒体说的比较多 第一个要点就是所谓的共同富裕 第二个要点就是风桥经验 他的这两个说法,目前看下来中国大陆体制内的学者 再加上官员,或者说学者型的官员,其实都不太感冒 关于共同富裕,这是习近平多年以来念资在资的 那么这一次也不例外 他在浙江视察提到共同富裕时就表示 浙江要聚焦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奋力谱写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 那么具体到的一些做法 他就强调要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 进一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所谓的风桥经验了 杨梅9月25日的长篇报道也提到 今年是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批示学习推广风桥经验60周年 习近平9月20日下午 在前往风桥经验发源地的朱济市风桥镇 参观了风桥经验陈列馆 习近平就表示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的风桥经验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仅仅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 关于像历史记忆中的这些词 风桥经验,毛时代的概念又拿来用 其实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体制内人士 都是很有意见的 那所谓的风桥经验 现在普遍也被解读成为 其实就是一种维稳方式 发动群众,所谓的群众来监督群众 重点来看习近平所提的共同富裕 现在中国大陆的学者 包括一些学者型的官员 最新的说法能够看到对这样比较务虚的提法 是并不太买账,并不太满意 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来自杨伟明 他是第13届的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 也就是上一届的全国政协的官员了 他此前也曾经担任中裁办的副主任 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学者型的官员 他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上一周的最新的表态 为中国眼下的经济形势如何摆脱困境 他是提供了四点建议 第一点建议就是要围绕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一改革主线深化市场化的改革 他就特别提到了 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 各地区各部门都应该认真检查评估一下 本地区本部门最近出台的一些政策 包括在疫情期间出台的政策 哪些不符合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哪些干预或限制了企业的生产经营 哪一些干预或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消费 不对的应该改正 改正了就是改革 第二点杨伟明就特别呼吁 要推动经济发展的法治化 其实关于法治化 关于立法 当然也包括法律的执行落地等等 目前来说是企业界的人是非常期待的 那么这位官员 学者型的官员是把他讲出来了 就特别提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也是法治经济 保护产权 维护契约 平等交换 公平竞争 自主经营 自主消费 要素自由流动 等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 基本规则都需要建立在 法治的基础之上 他提起在法律法规出台之前 可以暂时用文件替代 但不应长久以文件代法 所以他这个说话呢 可以说是免理藏真 因为目前中国国务院也好 发改委也罢等等啊 主要的部委在推进 给到一些优惠 其实呢都是给一些文件 那么根据杨伟明的提法 他表达的也是一些企业家的看法 最后呢 还是应该以法律的形式 落地 杨伟明主要的意见 还有一条 就是说呢 要加快住房制度的改革 新的住房制度 既要面向城镇户籍人口 也要面向非户籍人口 这和过去的住房制度不一样 过去的住房制度 主要是面向城镇户籍的人口 此外杨伟明还对 身份证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建议 就认为啊 应该用身份证制度 去取代户籍制度 因为目前在中国的城镇化 进城之中 不少所谓的农民是进了城 那要转户籍 变成所谓的城镇户籍 但是农村户籍 同农民在农村的集体所有制 是挂钩的 是有一些利益在里面的 放弃了农村的这个农民居民户籍 就等于放弃了承包地 宅基地 集体经济的产权等等 所以杨伟明就特别建议 就用身份证制度改革 来解决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的问题 等于是说 他的农村户籍 他可以保留 但是如果说他的居住地 已经到了城镇 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 城镇里的相关的 比如说就医 孩子就学的待遇 以上就是杨伟明先生的 几点意见了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 发言的官员表达看法的 体制内的学者比较的多 但是他的建议 应该说是引来了很多的关注 其实呢 在蛋糕做大之前 当务之急 那不是画这样那样的愿景 画这样那样的大饼 而是说要把蛋糕做大 给民营企业家们 结绑 给他们吃定心丸 对普通的民众 特别是进入城镇 工作和生活的 这个农民户籍的人士来说 如果说户籍的改革 牵一发而动全身 那么按照他的居民身份证 登记的地址 来享受相关的待遇 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一个政策设计 其实西方很多国家 也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压力还是到了习近平 以及他的政治经营团队 包括李强等人的身上 现在比如说上周 由中国的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的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 22条举措 他所引发的一个看多的效应 一个乐观的情绪 很快就消解掉了 所以可以看到 企业界的人士 是需要中国的官方 中共是来一点 实实在在的 法律上 比如说对他们产权的保护 明确 来看看中国卫健委 刚刚过去的这几天 有一连串的人事的变化 而且是比较的反常 在这样的人事调整之后 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卫健委的主任 正部级的官员 马小伟 位置要动一动 要挪一挪 另外一点 有一位反腐的女将 进入到了卫健委 中国卫生系统 七月份以来 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一轮反腐 但是压力非常的大 包括来自普通的民间 因为很多人要看病 结果没有好医生 给逮起来了 另外一点 当然就是医疗系统 内部的一些阻力 这位女将的到来 是不是说中国的医疗反腐 又要来一波高潮 第一个比较性眼球的变化 就是您现在看到的雷海潮 1968年4月份出生 医学博士 其实他比较早 2018年就已经进入到了 中国的卫健委 成为了卫健委的副主任 也是副主任人选之中 最年轻的 那么在这一次的人事调整之前 六个卫健委的副主任 他排位第六 调整了之后 他现在是排位第二 而且有了一个新的头衔 除了副主任之外 加上了一个党组副书记 排在雷海潮之前的 中国卫健委的另外一位副主任 常务副主任了 就是曾一星 根据官方的简历 可以看到曾一星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头衔 中共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副主任 括号政部长级 所以他是一位政部长级的 卫健委的副主任 他同时也是卫健委的党组副书记 这里所谓的中共中央保健委员会 多说几句 他主要负责的是 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 目前已经知道的 媒体议论比较多的定点医院 就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也就是301医院 另外还有卫生部北京医院等等 在中共的高级官员 所享有的很多特权之中 医疗待遇的特权 是过往 挨的批评是非常的多 可以说是占用了大量的 明知明高 极大的医疗资源的浪费 接下去回到这一次的人事变化 中国多家媒体就提到 在国务院的直属的部门之中 党组副书记 有两个人 所谓的双党组副书记 是非常的罕见 中国卫健委现在搞出了 一个双副书记的安排 给人的联想就是目前 中国卫健委的主任 党组书记马小伟 今年年底12月份 就要满64岁了 他会不会短期之内就要动一动 把位置给他腾出来呢 因为马小伟过去 其实是经常性的 隐身时间远远超过秦刚 远远超过李尚福 当然了 因为卫健委的位置 没有办法和外交部 没有办法和中国国防部相比 所以他所受到的关注 相对要少一点 外界普遍认为 他是因为身体不好 长期缺席 包括他甚至缺席了 两会之后 这些部长 所进行的宪法宣示 如果说身体糟糕到 连宣示这样的过程 都没有办法完成 那马小伟再做一任 卫健委的部长 就属于典型的带病提拔了 尽管是中国人大 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过往几个月 其实也有消息说 马小伟在卫健委系统的 反腐浪潮中 已经落了马 不过马小伟本人 是急尖尖的就 怒了脸 根据中国卫健委 官网的消息 8月29日 中国卫健委党组 是召开了 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专题 民主生活会 马小伟 作为党组书记 作为主任 他是主持会议并讲话 所以对外界传递的信号 就是 我很好没有被逮住 但是毕竟 卫健委的主任 也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 马小伟长期缺席 那可以看到 是几位副主任 轮流出马 来分担主任 要干的事情 所以现在不排除 人事变化 他带来的可能性 就是雷海潮 作为卫健委 目前最年轻的官员 他在党组副主席的位置上 坐一坐 再熟悉一下流程 然后就扶正成为常务副主任 那么他生前的 曾义兴 这位常务副主任 已经是正部级官员了 他就顶替马小伟 看看这几个月会不会发生 如果说这几个月就落地 那中国国务院 这些官员的变化 确实是比较的多 包括前面提到的青刚 包括 8月29日以来 还隐身的李尚福 如果说马小伟也动一动 那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是三个正部级的官员 位置发生了变化 中国卫健委 第二个比较大的人事异动 就是目前您现在看到的 取消力 他是突然从河南 河南省委常委 河南省纪委书记 是空降到了中国卫健委 担任党组成员 同时也是中纪委 驻卫健委的 纪检监察组组长 那么此前这个组长的 任上的官员 已经缺席了8个月 等于是 取消力填补了空缺 取消力他是山东人 不过呢 因为他在天津读了大学 然后步入天津市土 长达30多年 他解决副部级官员的职务 是在山西省 担任山西省委常委 兼组织部的部长 然后呢 进入到了河南 根据河南媒体的报道 取消力在担任河南省 纪委书记期间 反腐的力度非常的大 手段很强硬 取消力这一次空降 卫健委 那一般的说法 新冠商人三把火 尤其是考虑到取消力 过往仕途 他是比较善于表现自己 比较乐于和媒体打交道 来介绍自己的 所谓的政绩的 所以目前中国医疗界 卫生界的反腐 它会发挥怎么样的一个作用 就非常值得关注了 中国这一波的公共卫生系统领域的 反腐7月份开始以来 可以说呢 一度是轰轰烈烈 刚开始的时候呢 迎来了一片的喝彩 但是紧接着 似乎啊 阻力越来越大 在民间普通的这个 纳税人市民居民也罢 主要担心的就是 因为中国的 卫生系统的腐败 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就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 所以一些病人 一些家属 包括普通的 吃五穀杂粮 总会有大病小病的 这些人就担心 那么技术比较好的 比较专业的资深的 比如说主任医生 那如果说涉及到贪腐 被逮去了 他们看病 包括去找关系 拖人都找不着人 那对他们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这一方面 确实有一些 民间反对的声音 那么另外一点 就是在医疗 卫生系统的内部 现在确实也出现了 一些医院 在没有得到 打招呼的情况下 突然医生的一些 绩效奖金 减半了 有些地方啊 甚至是停发了 搞得医生护士 可以说是院生载道 老大的不满意 认为医疗系统的 反腐败 是扩大化了 在层层的压力之下 中国卫健委的一位 司长 九月中旬就公开 表态了 认为费生系统的 反腐要纠偏 而且他抛出了一个 三不得的说法 就是反腐败 不得与医务人员 正常的收入所得 相混淆 不得随意打击 医务人员参加 正规学术会议的积极性 不得随意夸大 集中整治工作范围 这位司长的讲话出来之后 媒体普遍的解读 包括西方媒体的说法 普遍的看法 就是说 中国这一轮 卫生系统的腐败 看上去是要戛然而止了 那么 取消力的到来空降 会不会把这个所谓的 舆论的看法 给它扭转过来 应该很快就会 有眉目了 中国的医疗腐败 到底有多么普遍 有多么严重 如果说客观来说 在中国生活过的话 如果说俸禄以外 都是贪 这句话又成立的话 那普通的人 看病的人 给医生 给麻醉师 等等 给护士长等等 给红包的情况 确实是非常的普遍 当然具体的情况 其实卫健委的官员 说的是比较的明确 医疗卫生系统的贪腐 是四个方面 首先是聚集在医疗机构 医院占比77.4%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比例 是占到了八成多 其次是聚集在 招标采购领域 其中器械采购 它带来的腐败 三成多 药瓶采购 也是30% 还有耗材 试剂的采购 占了15%几 商业贿赂 回扣 欺诈 骗保 是主要的表现形式 第三点 最容易涉及到 贪腐的机构 从行政部门角度来说 排位前三的是采购办 药剂科 财务处 从临床来看 那么前三科 最容易涉及到贪腐 的是骨科 普外科和心内科 第四点 医疗卫生系统的腐败问题 是聚集在机构负责人 临床科室负责人 和采购科室负责人 所以如中国官员 所披露的 那如果果然就把骨科 普外科 心内科 这样的一些临床科室 很容易涉及到贪腐的 这些负责人 专家给抓走了 那真的还是影响到 对普通病人的看病 其实中国医疗界的腐败 像别的行当 别的领域的腐败 是一样的 很突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优质的医疗资源 过度集中 集中在大城市 大城市呢 又过度集中在一些好的医院 比如说三甲医院等等 那很容易就造成一些所谓的官员 或者说关键岗位上的人 去搞权力寻租 大肆的收受回扣 所以这种医疗资源的分配 他不给他理顺的话 其实反腐抓了这一茬 还会又生出一茬 而且很快 另外就是中共特权阶层 在医疗领域的这个 享受到的待遇和普通人 真的是差别太大 他们占用了或者说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让本来可以说 本来就不丰富 本来就紧张的医疗资源 就显得更加的捉襟见重 这次的新冠疫情 透过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一些复文 透过一些左派网站 汇集的一些老人市区的消息 可以看到中共这些所谓的老同志老干部 80岁90岁 100多岁 没有熬过这次疫情 然后呢离开的人大有人在 那这波不少是已经在 比如说301医院 入了是有年头的 如果不是说这一次的新冠 确实是来势生猛 不是说中共这一次在小分子 抗病毒口服药准备明显不足 那他们应该说还会活得更长久一点 9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是专门看出了一篇评论 标题叫做推动更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其中就提到中国的卫健委办公厅不久前是印发了相关的举措 一共是10条吧 看下来这中间能够比较快比较好发挥作用的似乎就只有一条 就是推进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三个工作日 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的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职守门诊服务 那这个应该说对于普通人去社区医院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因为大家还是希望有好的医生 当然了卫生服务中心象征卫生院它的检查条件又比不上一些综合性的医院 所以最后还是要说真经白银能够投进去方便普通人可以做一些比较日常的常规的检查究竟完成 当然这个也是说一行难 中国在2003年在这次新冠之前那一次是非典 其实呢之后就已经强调要完善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完善分级诊疗 但是一下子十多年过去了其实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反倒是优质的资源啊看上去越来越集中 然后所导致的医疗腐败越来越触目惊心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订阅点赞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中共军方9月25日是进行了一场公开的活动 而且中国的官方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 透过现场的画面能够看到 目前焦点人物张又霞是仍然没有参加这样的一次会议 而且另外一位中国军队的将领也是缺席了 那此前媒体的报道是说他凶多吉少 现在来看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出了事情 中国军方的这次活动是9月25日 它的主题就是神州12号至15号航天员的授称颁奖大会 地点在北京举行 授称就是授予荣誉称号 那么在会议的现场是能够看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是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 向受褒奖的12名航天员是表示了祝贺 同时也向中国航天战线全体同志志以诚之的问候等等 那中国的央视其实是看出了现场的一些画面 现场的第一个看点自然就是已经陷入了所谓的被调查传闻 涉及到贪腐传闻中的张又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目前排位第一的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 仍然是没有现身 张又霞上一次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的公开报道之中 是什么时候呢 9月10日中国央媒就发出了消息 指9月8日的上午9点多钟 习近平是去了第78集团军的机关驻地来进行视察地点 那应该就是哈尔滨了 张又霞是陪同参加了活动 从9月8日到现在上传这一则视频的时候 18天过去了 张又霞现在每一次不现身都引来关注 海外媒体说的比较多的 他上一次所谓缺席重要的活动就发生在9月15日 当时是中国军队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非常长非常拗口的一个名字 第一批总结即第二批部署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时候 那张又霞是没有去活动 出席会议并讲话的是何卫东 目前有一个现实的情况 就是张又霞和何卫东这两个人如何来进行分工的 外界其实并不清楚细节 但是透过两人公开的活动来看 大致的一个线索 排位第二的何卫东 抓正攻这一方面的内容是要多一些 包括何卫东其实是中国军队所谓主题教育小组的组长 所以刚才前面提到的 比如说参加总结第二批的部署活动 那何卫东参加的可能性是要大很多 再回到9月25日给中国的航天员去受工颁奖的活动 显然政治宣传的色彩也是非常的浓厚 所以何卫东去现场那并不奇怪 之所以说张又霞缺席这次活动 还是让外界比较意外 主要的原因张又霞和中国的航天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 张又霞是曾经担任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指挥 曾经担任过中国的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指挥长 而且还担任过中国神州10号 中国神州11号飞行任务的总指挥长 所以9月25日给神12到神15的航天员去授予荣誉称号 颁发一些奖励 如果说张又霞去到现场 其实看也是名正言顺的 舆论场上的张又霞 因为陷入了持续的贪腐传闻之中 可以说和军队的另外一位将领 李尚福 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的部长 可以说真的是难兄难弟 往前走 2017年李尚福是接替张又霞上将 出任了中国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部长 并兼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 2019年的7月 李尚福是晋升到了上将军衔 那么张又霞的爸爸是开国上将张宗逊 李尚福的父亲呢 是所谓的铁武师 老红军李少珠 两个人都是响当当的红二代 现在是前后脚 因为装备发展部 普遍被认为是一个贪腐 非常严重的部门 李尚福最近一次公开露面 或者说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在8月29日他的消失 普遍被认为与他在担任军委装备发展部 部长时候的贪腐有关系 9月25日这一场活动 现场的第二个看点就是许学强上将 是坐在主席台上 人看上去安然无恙 之所以这么说 因为许学强是接替李尚福 在中国二十大之后 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部长 旅行时间那一年都还不到 所以装备发展部这些老部长们的 贪贪腐腐痴媚亡良 那理论上和许学强是没有太多的关系 许学强目前也是担任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指挥 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中国军方的发展装备部的下面 是设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是管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 一个专门机构 许学强是装备发展部的部长 那么中国的装备发展部的 所谓政治委员是缺席了有一段的时间 所以在这里就不存在着 是不是隐形了消失了 但是另外的一个第三个看点就来了 主席台上还坐着好几位 中国战略支援部队的高阶将领 这也主要是因为 中国的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他有一个航天系统部 也是参与负责领导中国的航天系统工作 这些高阶的将领之中 能够看到非常突出的 是目前战略支援部队的政治委员李伟 那么另外一位主官 战略支援部队的司令员 巨干生 是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 巨干生 当然也有些人叫他巨前生 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一位 在2021年的7月上旬 是晋升为上将 同时担任中国战略支援部队的 司令员 在今年7月31日 中国国防部所举行的 纪念八一舰军节的 晚宴 活动之中 巨前生就没有参加 当时香港的媒体就说 他是凶多吉少 那再到9月25日 这样的活动 巨前生 巨干生的缺席 其实很大程度上 八九不离时 他出了问题 或者说九死一生 看他有没有机会 出现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之中的 除了李伟 作为战略支援部队政治委员 坐在主席台上之外 另外几位 坐在主席台上的 战略支援部队的官员 包括副司令员B1 包括纪委书记杨孝祥 包括战略支援部队 政治工作部的主任丁兴农 包括战略支援部队的 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郝魏忠 应该是战略支援部队党委的成员 但是因为中国军方的一些消息 所谓的暗箱操作也好 或者神秘化也罢 没有办法来进行比对 党委的哪些人是消失了 哪些人又进去了 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呢 所以现在都不好来判断 其实正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暗箱操作 当然换一个说法相对冠冕一点 就是因为权力的运行 没有在阳光下 大家看不到 其实呢 这也正是中国军队 贪腐 没有办法遏制住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其实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如果说张又霞以后 果真就不出来了 出了事情了 那外界也不会说感到特别的奇怪 因为中共也好 或者说中国军队的这些高阶的官员 从来不是所谓的特殊材料制成的 关于李尚福稍微多说几句 因为中国 他的黄金周假期 中秋国庆八天长假 是9月29日就开始了 那么9月26 27 28 理论上三天之内 中共会举行9月份的 政治局的会议 会议一些重要的议题 从秦刚消失的时间 到他被免去 作为国务委员所兼任的 外交部部长职务 这个时间周期来看 一个多月 是给到了中共 一定的调查的时间 所以不排除最快 在9月份 这三天就要举行的 政治局会议之上 李尚福的命运 会被决定下来 中国大陆一位 知名的政治学人 在稍早之前 接受明镜追击 质询室就表示 李尚福当然是 中国军队的将领 中国军队一般的操作 都很神秘化 也没有觉得很多必要 对外界披露更多的信息 但是中国国防部 他确实从形式上来看 是国务院下面的 一个直属的部门 位置很靠前 仅次于中国的外交部 所以一旦中共最高层 决定对李尚福 那要做一些处理的手段 所以理论上 还是会像秦刚一样 走一下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样的流程 对外发布 比如说拿掉他的 国防部部长的职务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关于军队的反腐 会给习近平他的执政 他的所谓的领袖地位 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甚至是冲击 最近一段时间也是议论的焦点 至少说有这么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那如果说习近平 对于军队的整肃 整齿过于严格 会不会招致一些所谓的红二代 军二代的反弹 这个是海外的一些分析人士 说的比较多 那透过目前包括火箭军 包括李尚福 包括居干生等等 这一系列中国军队高阶降临的 或者是神秘失踪 或者已经基本上确认被处理了 这样的触目惊心的细节 能够看到 所谓的过往的存量腐败 没有解决 增量的腐败 仍然在持续的增加之中 这个也完全适用于军队的腐败情况 可以做一个比较 目前中国正在医疗系统 进行规模比较大的反腐 但是这一轮反腐之后 所引发的一些副作用 也是很明显的 第一个就是射击面太宽太广 客观来说 这与中国医疗界的腐败 确实比较普遍有关系 另外一点 医疗系统 卫生系统的反腐败 直接冲击到了一些 确实学有专长 有资质 有技术 有临床的一些专业人士 那么就面临了 本来优质的医疗资源不足 现在一冲击下来 一反腐下来 资源更显得单薄 所以军队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量腐败情况是比较的严重 尤其是高级官员 所谓的一些关键岗位的 官员的腐败 不管是透过过往的数据 还是透过眼下 最近一段时间的情况 事实就摆在这里 另外一点 这些高级的官员 过往在习近平的军队的改革 军队内部的反腐中 都是表达了支持的 是习近平的支持者 拥护者 有一些还一本正经 货真价实的是打过仗的 有几把刷子的 那么这些人 如果说在反腐的浪潮之中 统统拿下去 战力有所削弱 那似乎也是一个可能性 很大的情况 讲到军队的战斗力 就涉及到问题的 另外一个方面了 在中印边界上 在南海问题上 在所谓的统一议题之上 中共 中国的官方显然是高度依赖军队的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 如果不去贪腐 不惩治贪腐 那比如说过往十几年 中国军队所购买的这些关键设备 到真要派上用场的时候 结果出现了缺陷 那请何以堪 如果说中国军队的官员 贪腐成性 私生活又不检点 或者说有方方面面的 别的一些利益的考量 那真的要战事爆发 要上战场的人 这些人就会有二星 会打退堂鼓 会有巨战的情绪 所以任由贪腐发展下去 那想而易见 军队是打不了什么胜仗的 简单的说 那如果反贪腐 短时间之内 是有可能造成战力 指挥力的衰减和削弱的 但是如果任由贪腐 继续下去 那军队很有可能会彻底的摔腿 用中共体制内的话 政治语言话来说 就是会亡党 所以对于习近平和他的 所谓政治精英团队而言 在军队反腐败 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对于旁观者来说 可能更加关注的还是 在平衡点的寻找之上 习近平和他的团队 会如何去把握这样的分寸 在把握平衡的过程之中 会不会有一些突发事件冒出来 接下去来看一看中非关系 现在围绕着黄岩岛 菲律宾方面的一个最新的做法 可以看到中国和菲律宾 两个国家之间的不信任 不满意 达到了近期的一个新的高点 在9月25日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就放出了消息 指他们已经采取了行动 拆除了中国方面设置的 阻止菲律宾渔船进入到黄岩岛 这是中国翻译 那么所设置的中国屏障 根据菲律宾官方所发布的视频 一名潜水员是在中国和菲律宾 双方都声称拥有主权的黄岩岛 附近的这个海域下面 割断了固定障碍物的绳索 然后是可以看到海上障碍物 被掉出水面 西方媒体在9月26日 是给出了更多的细节 援引菲律宾官方的说法 就是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人员 乘坐着小船是冒充渔民 执行了一次特别行动 在浅滩上是切断了300米的屏障 这个浅滩是亚洲 目前最具争议的海洋区域之一 西方媒体包括一些分析人士就提到 目前就不清楚 菲律宾的这个做法 到底会不会进一步加剧 去年就已经开始恶化的 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 汪文斌在9月26日下午 例行记者会上 是回应了记者的提问 汪文斌的这个表态究竟做何解读 现在比较多的看法还是说中国 那目前得隐忍下去 因为眼见着中国现在很快就要发生了一个大事 一般认为就是在10月份 就是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团就要举行了 同样是汪文斌9月26日下午的最新的说法 那么已经有130多个国家的代表是确认会参加相关的活动 还有很多国际组织代表确认参会 很多 这个是他的说法 所以在很快就要举行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之前 这样的论坛显然和平是一条主旨 经济发展是一条主线 在这样的活动之前 如果说中国官方采取比较激烈的回应措施 来和菲律宾硬扛 那很有可能造成的国际观感是非常不利 也会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他举行之前的氛围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菲律宾的每一次的出手 其实都是有所考虑的 包括八月初 中共的领导人在北戴河进行度假 进行休养期间 八月底习近平是去到南非约翰内斯堡 参加金砖的相关会晤期间 菲律宾都有围绕着黄岩岛 展开他们认为合理的一些举动 当然中国方面也有一些应对 目前根据中国官方的表态做法 根据中国一些体制内学者的研究来看 中国这一方面 其实是没有找到比较好的办法 能够和菲律宾围绕着黄岩岛的事件 会出一个好的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目前是看不到 中国外交部旗下的智库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稍早之前是刊出了一篇文章 认为菲律宾和美国关系的加强 是影响了菲律宾 亲美政治势力对南海问题的判断 并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激进化 这个是中国学者的说法 那么围绕着黄岩岛的突出的矛盾 如何解决是政治外交发力 还是说经济 亦或是军事上来做一些考量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这篇文章 就没有给出答案 但是就特别提起 这个中间其实是很多利益关联在一起的 其中就强调 菲律宾南海政策短期内是难以回归 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为基础的理性状态的 除非现有政策的持续 让大多数支持这一政策的政治团体 受到直接而无法承受的利益损失 或者持续炒作南海议题 失去了其所依赖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 否则菲律宾在南海政策的主要方向上 仍将继续追随美国 将在其主动造成的持续不良的中非关系影响下 更加依附于美国 美国将成为菲律宾激进式南海政策 及其惯性的最大受益者 透过这样的表述 当然是比较文绍绍的表达 中国的学者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但确实是提到了一种可能性 就是中国如果在南海政策上 有比较激进式的表达 那其实最后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中国 当然也不是菲律宾 而是美国 美国媒体在报道 菲律宾就声称已经拆除 中国在黄岩岛设置的一些屏障的文章中 就专门提到 在南海海域长期以来 确实是由美国舰队主导的 但是随着中国军队在那里展现实力 以及中国海军和海警的实力不断增强 人们现在是越来越担心 超级大国在那里对决的可能性 把时间线稍微拉长一点 其实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 在与中国的一些争议矛盾问题上 有比较主动的举措 其实可以追溯到2010年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但是呢 眼见着这十几年以来 其实是没有断过 而随着中美关系的交物 包括一些西方国家 对菲律宾表达了更多的支持 所以9月25日 菲律宾官方就拆除了 中国在黄岩岛设置的这个屏障 就成为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中国和菲律宾两个国家的冲突 未来激化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对相关的这些国家的政治决策者们的挑战 考验也是越来越大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中央政治局9月27号召开会议 审议 关于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9月27日上午的中共政治局会议 是在军队贪腐消息不断传出的背景下召开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消息并没有披露出来 现在有猜测指习近平取消了这次会议 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官媒披露了当日下午举行的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画面 张又霞在现场现身 并没有如传闻中的被拿下 而李尚福则没有出现 他被处理 成为第二个秦刚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欢迎您收听收看9月28日的明镜追击 明镜追击 追击中国大事件 明镜追击由媒体人乐歌主持 节目内容主要包括采访观察和述评 关于9月27日下午所举行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现在有一些媒体的报道说法 是黎尚福和秦刚同时消失了 这个描述那当然是对的 但其实又不那么完全准确 因为秦刚已经是过去时了 在8月21日中国国务院所举行的第三次专题学习 8月16日中国国务院所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 都是由李强所主持的 根据央视所发布的电视画面 其实秦刚人已经是不在了 那么回到9月27日下午的这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 确实对于李尚福来说是第一次中国官方媒体 可以说是正式对外发布了一个消息 他情况很不妙 他应该是在接受调查之中 关于李尚福 9月28日还有最新的消息或者说动态 对他也是非常的不利 9月28日的下午 中国国防部的例行记者会就举行了 国防部的记者会 区别于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 后者基本上每一天都有 国防部的记者会目前是每个月召开一次 某种程度上也是避免了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被追问的尴尬 不过到了9月28日下午 还是有记者就提问了 李尚福究竟有没有被查呀 李尚福目前还是不是中国的国防部长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就回答了十个字 你谈到的情况我不了解 当然如果实在满打满算的话 恐怕可以加上另外十个字 吴谦就同时宣布 10月29日到31日非常高规格的国防论坛 香山论坛会在北京举行 那么关于李尚福到时候是否会参加他的回复 就是进一步消息会适时发布 刚好也是十个字 如果都归在李尚福头上就是二十个字 凡此种种李尚福的境遇 那不用十个字就可以描述出来 情况非常不妙 公开信息快速的梳理一下 李尚福现在是65岁 中国二十大之后当选了中共中央军委的委员 2023年3月份是接替了魏凤和 担任中国的国防部长 同时他也是中国的国务委员 所以是副国级的官员 那自8月29日是在北京出席了 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的全体会议之后 就突然从中国官方的媒体的公开报道之中消失了 所以很快就引来了诸多的猜测 在9月27日下午这一次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那国务委员列席的只有三位 李尚福是缺席了 在此之前 已经有多家英文主流媒体是援引美国官方的说法 指李尚福是已经被拿掉了职务 正在接受调查 当然也有一些西方的主流媒体 是援引中国官方官员所给到的线索 指李尚福他的职务很快要被拿掉 但主要的原因是健康问题 当然现在应该这样来说 9月27日上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其实很大程度上 应该就已经决定了李尚福的命运 像他同僚秦刚一样 他很大程度上也是回不去了 主要因为他的一段履历 他在2017年9月份是接替张又霞 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部长 一直到二十大之后的旅行 而装备发展部 现在已经是公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一个 贪腐非常击重 非常严重的所在 在9月25日 与北京举行的神州12号至15号 航天员受称颁奖大会上 在中国的军方层面 对于中国的航天事业 有人力物力财力系统等各方面支持的 主要是两个力量 一个是装备发展部 另外一个就是战略支援部队 战略支援部队去了大大小小的官员 不少 但是装备发展部只去了部长一位 没有看到别的副部长露脸 可以简单的说 装备发展部已经是光杆司令了 有一些消息是提起装备发展部 至少包括两位副部长在内的 七位高阶将领 已经被官方带走进行调查 目前这个信息源 没有办法去求证 但是根据9月25日 光杆司令坐在主席台上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以上说的是李尚福 李尚福没有来 没有列席9月27日下午的 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其实前面也提到了他的难兄难弟 在李尚福之前 担任中国装备发展部部长的张又霞 那他很明显出现在了会议的现场 某种程度上也算是自报平安吧 因为此前啊 方间特别是海外的媒体分析人士 很多说张又霞 其实也已经在接受调查了 关于张又霞 那是不是涉及到贪腐 会不会被查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其实有一则相对老的消息 非常值得关注 那就是央媒发布的8月底 经习近平主席批准 全军装备质量工作会议 28日至29日8月份 在北京召开 张又霞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是出席了会议 并且做了一些讲话 其中他就特别提到 要深刻把握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 加速眼镜的战争形态等等 要本着对打赢负责 对战斗力负责 对官兵生命负责的态度 把装备质量搞上去 根据公开的信息来看 所谓的全军装备质量工作会议 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 有媒体公开报道出来 所以这中间似乎有一个巧合 巧不巧吧 8月29日 李尚福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之中 而李尚福参加全军装备质量会议 8月29日 中国官方媒体披露出来 自然也就不排除一个可能性 张又霞至少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场合 再向外界释放信息 那查装备发展部不会查到他 现在综合来看 贪腐在中国军队 那应该是非常的严重 但是比对下来 贪腐又不是最紧要的问题 不是排在第一位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举个最近的例子 9月28日 中国的解放军报 是看出了多篇评论 其中有一篇评论 标题 压实军队各级党委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军 另外一篇评论的标题是 签注党委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 那么两篇评论 把它最快速梳理下来 就是这个所谓的党委 要负起哪些方面的责任 第一点就是要坚持党队军队的绝对领导 所以这个是第一位的 第二位 关于领导推进备战打仗 所以现在打仗是很现实 也很紧迫的一个课题 接下去第三个党委要负起的责任 就是要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它包括比如说强化党管干部 加强高素质专业化信心军事 人才培养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内容 第四位的任务 才是关于持之以恒 正风素季反腐 还有另外两个所谓的主体责任 所以反腐是排在第四位 除了反腐这个任务排位不高之外 其实中国军队的反腐和中国 别的领域的反腐 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所谓的中国特色 中共特色就是反腐是与政治忠诚紧密挂钩的 所以问题就很突出 一般的理解所谓的腐败 就是金钱和权力的交换 是比较好量化的 尤其是涉及到金钱的进出来往 但是政治上的忠诚是很难量化的 究竟是书记说了算呢 还是说党委的成员投票来决定 说了算呢其实呢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而腐败和忠诚交购 它最恶劣的后果 其实也是中国的坊间讨论非常多的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非常的忠诚 最后呢就抵消掉了他的腐败 有一些人呢腐败又未必说那么严重 但是可能忠诚上出了问题 或者再直白一点站错了队 那么他很有可能在真金白银的贪污受贿经济问题上 和别人比是小物见大物 但是他在的跟头要比别人来得严重 中国一贯是党指挥枪 党要对军队保持绝对的领导 中国军队的很多架构权力的运作 完全是在黑箱中进行的 而任何不在阳光下运作的权力 它都会出问题 都会导致腐败 这是一个定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是所谓的特殊材料制成的 一定会如此 在9月27日上午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后 截至北京时间9月28日傍晚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消息还没有披露出来 现在有猜测指习近平取消了这次会议 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之所以说可能性是不大 主要原因就是中共中央 它五年召开七次全会 过往几十年都是如此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 尤其是这个所谓的三中全会 通常是就经济改革发展 做出重大的决策 在党代会举行之后的 接下去的一年就会举行 所以它是少不了的 另外一点 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中全会 其实主要集中的时间就是9月份到12月份 简单的说 从金秋到寒冬都有发生过 习近平2012年18大主政以来 18届的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 就是2013年的11月9日到12日 非常罕见的习近平主政以来的 19届三中全会 那在19大之后 但是没有等到金秋 也没有等到寒冬 而是在2018年的2月26日至28日就举行了 现在回头来看 那之所以这么着急的举行 主要是因为当时的19届二中全会 习近平和他的政治精英团队就已经决定 要修改宪法 要去除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的限制 从而实现习近平的三位议题 中共总书记 中共的军委主席 再加上中国的国家主席 要长久的三位议题 其实二中全会 他一般的议题是要做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的一些所谓的谋划 然后把名单就提交给三月份要举行的两会 但是因为当年的也就是19届二中全会 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忙着自己的事情去了 所以火急火燎赶快开19届三中全会 一分钟都没有耽搁 在二月份 这个也就是唯一的例外了 因为9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后 目前中国官媒在黄金周假期之前 都还没有看到官宣20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 所以现在十月份召开的可能性就比较的小了 十月份其实中国外交场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就是一带一路推广的十周年的纪念 各国的一些政要 现在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 有130多个相关的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领导和相关的负责人会去中国 所以恐怕很大的精力 中共是要铺在这个上面了 所以三中全会是几百人的大聚集 推到11月份12月份都是有可能 当然现在舆论场上有声音 就是习近平开启了第三任期 保底做五年再做十年可能性也是很大 那他就不按常理出牌不搞三中全会 那现在其实可以说呀 这个不按常理出牌 于习近平身上发生的可能性 它是越来越小 有些朋友可能还记得 就是在2023年上半年引发了轩然大波 包括海外媒体议论纷纷 中国国内的一些体制内人士 也是意见很大的 就是在当时的今年1月份和5月份 中国官方媒体都报道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进行了集体学习 但是集体学习之前 政治局会议到底有没有开 中国官方居然是没有报道 这个是非常反常的 因为集体学习一般来说是在下午举行 那么地方上的这些政治局委员 应该说山长水远 而且地方上的情况 当时是在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控之后 各种形势都是非常的严峻 可以说是烂摊子 跑到北京去搞集体学习 然后光学习不开会的这个可能性 是非常小的 明镜追击少早之前 是联系了中国大陆一位体制内的学者 他的说法就是习近平开启第三任期之后 再搞一些神秘化的动作 就是故意的不向外界披露信息 可能的原因之一 就是习近平在有意学习 老毛毛泽东毛教员 要搞得深居减出 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打造成为 包装成为所谓的魅力型权威 魅力型领袖 那就是低调一点 神秘一点 可能的原因之二 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 这样的思路在发挥作用 中国从上往下方方面面 在一段时间之内 是在有意的减少 甚至是斩断一些所谓的敏感信息的外泄 这个是2023年上半年的情况 不过因为方方面面的压力是比较的大 6月份以来 包括9月份的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 那么这几个月的时间是没有再出现 有政治局集体学习 但是没有看到政治局召开会议的消息出来 这样的情况了 尤其是到了眼下 各种丑闻从秦刚到李尚福 从火箭军到装备发展部等等 不一而足 而且还有经济领域 现在官方的说法出现了一些向好的迹象 但是其实各种负面的消息 利空的消息仍然是非常的多 所以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经济的马车 要走出泥潭 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现在通俗的说出了这么多的幺蛾子 那习近平在党内定于一尊的这个位置 会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晃动 目前客观来说没有迹象能够显示 但是习近平他个人的形象 习近平他作为所谓的男一号 和他的政治精英团队的互动之中 他的权威受到影响 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很自然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比较多的去听一听 他身边的幕僚 身边的团队 包括李强这些他非常信任的人的意见和建议 其实可能性较之前是大了 而不是小了 换言之 他按照相对常理的 相对符合逻辑的方式去出牌的可能性 是比以前也要大了不少 在过去的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中国的一些体制内的学者官员 一些学者型的官员 透过公开的场合 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意见批评 可以说是一波高过一波 在过往来说都不是那么常见 所以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到 目前因为中国决策 很多的失误 已经荡出了一部分的舆论空间 能够给一些不同的声音 留存和发酵 想到习近平所受到的压力和挑战 敢巧不巧的 那9月28日 日本的主流媒体又看出了一篇文章 可以简单的说 是北戴河系列报道的第三篇了 就特别强调 在今年8月份的所谓的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休假期间 围攻或者说合着 一起来批评习近平的是三位中共的元老 那么在这个月 其实这媒体已经看出了两篇文章 分别每一篇文章是给出了一位元老 第一篇文章说的是曾庆红 第二篇文章出台的是池浩田 军方的官员老官员 到了9月28日这篇文章 说的第三位元老是谁呢 是张德江 这篇文章是提到了信息源 用的英文单词是sources 那就是不止一位 不止一位了解北戴河会议内情的人 向他提供了消息 文章就特别提到 张德江目前已经是76岁了 那么他在退休之前 是与习近平关系良好的 包括说在2000年代初 习近平曾接替张德江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 但是文章也强调 一个习近平难以忽略的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张德江与邓普方及余政生关系密切 关于邓普方文章就提到 在今年北戴河会议之后 9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 在会议上邓普方是卸任了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名誉主席 由习近平所信赖的人接任 文章就表示 当邓普方在大会上出现时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有观察家就认为 观众的表现是对习近平处理方式的不满 关于于正生 日本媒体的这篇报道就特别提到 于正生也是张德江的盟友 今年是78岁 同样在习近平首个总书记任职期间 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是继张德江之后的中共党内的第四号人物 曾经协助习近平平衡党内的各方势力 于正生也曾经担任中国的全国政协主席 文章提到 于正生是红二代 与邓小平家族有深厚的友谊 他今年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 部分原因是他与邓家关系密切 这令习近平有高度戒心 文章就强调 张德江和于正生 在邓小平家族的帮助下 跻身中共高层 因此一直对习近平的立场持怀疑态度 文章也提及 张德江、邓普方和于正生 目前掌管着与邓氏家族 有密切关系的中共党内元老的势力 以上就是9月28日 日本这家媒体报道 当然他用的文章的标题是分析 北戴河第三人为中国动乱提供线索 这已经是第三篇北戴河的系列报道了 当然如果再准确一点是第四篇 因为在这三位元老 依次亮相的三篇文章之前 大概是在8月10日 日本的这家媒体同样一位作者 看出了一篇分析的文章 指习近平是打开了北戴河的会议 在那里没有长辈 但是有很多挑战 就是说没有元老了 但是习近平面临的方方面面的挑战都很多 但是紧接着 应该是这一位作者得到了某些人士给他的爆料 所以又给出了三篇系列的报道 每一篇系列报道就来了一位元老 另外一点 这些系列报道中有一些是直接用了引号 就是直接引语表明习近平 以及一些元老在北戴河会议上是说了些什么 还有一些表情的描写 这样的细节的出现 不从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来说 从一般的逻辑来讲 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信息源 或者是确实有这样的知情人的存在 那其实就等于让特定圈子的人 知道了这些爆料的人 信息提供者是谁 对于对习近平持比较激烈的反对态度的人来说 这几乎是灭顶之灾 在另外一方面 支持赞赏习近平的这些掌握内情的人士 他没有理由对媒体来披露信息 第三点 因为邓普方在这个月刚好也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所以这样的文章又有余政生 又有张德江 总是给人感觉是一个事后的追加 当然这个只是感觉 不过用日本媒体的报道来说 有且只有三位中共的元老去了北戴河的会议 分别代表着军队的系统 池浩天 江派 曾庆红 以及邓派 张德江 此前一些社交群组里开玩笑的 八岁老人 宋平很有可能也是出现在北戴河会议上 那现在看就没有这一种机会了 您怎么看 欢迎在视频下方来留言 最后 借用知名的政治学人吴国光先生的话来说 为什么海外的媒体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报道出来 他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点 有助于转移人们对于关乎民众生存的重大事物的关注 第二个原因 有助于增加人们对于中共政权的希望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习近平一般会在逢五逢十的中共建政纪念活动中讲话 所以这次发言显得非常罕见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 另外 军方的两位重要人物缺席了活动 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他们正接受调查的报道 也预示着军方丑闻基本做事 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吴国华将军的女儿 在追忆自杀身亡的吴国华时 曾怒批军中有国贼 目前来看 国贼面目更加清晰 欢迎收听收看9月29日的民进追击 民进追击 追击中国大事件 节目由媒体人岳歌主持 主要内容包括观察 采访和竖评 习近平9月28日晚间在纪念建政 74周年招待会上做讲话 现在看确实是比较的罕见 一方面 一般来说 中共领导人 包括习近平本人 是逢五逢十周年会做一些官方看来 或者官方宣传中比较有标志性意义的发言 讲话 包括建党 建军 建政 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在习近平主政以来 非五非十的这种建政纪念 一般是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来代表中共中央代表国务院来发言 退下来的中共和中国国家级 正国级的官员一般也不参加 非五非十的相关的招待会和纪念活动 第二点比较罕见的还是内容上 其实中国央媒也是比较直接的 做标题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么几句话 团结就是力量 信心赛过黄金 我们要坚定信心 振奋精神 团结奋斗 继续爬坡过坎 攻坚克难 然后坚定不移 朝着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奋勇前进 基本上主要的媒体 也是抓住习近平这几句话 来做文章 知识中间最特别的当然就是 团结就是力量 信心赛过黄金 这样的表达了 可以做一个纵向的比较 2014年建政65周年招待会 习近平他用了团结 用了六次 2019年招待会用了九次 2023年的这一次是用了三次 所以这样来看 虽然是说了团结 但是团结的必要性 重要性 紧迫性 那没有之前两次来的那么的强烈 接下去信心这两个字 2014年 2019年都没有出现 都是零次 2023年是出现了两次 所以显而易见的 习近平作为目前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选择在74周年纪念的活动上 招待会上来发言 而不是让李强来做讲话 首要的目的就是提振方方面面的信心 哪些方面的信心要提升 要巩固 习近平的讲话其实还是比较的简短 也没有具体去展开 不过分分钟能够看到 现在普遍的一个说法 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 经济界的人士 就是长新冠效应 仍然是影响到人们的信心 长达三年的意控 客观来说第一年第二年的做法 因为新冠病毒 当时还处于原始的毒株 以及比较早期的毒株 一般的说法 它的致病力是比较的强 而且那个时候疫苗和药物都处在研发 或者说刚刚上市的阶段 所以中国采取比较严格的这种 分控管控的措施 客观上来说呢 还是对于挽救生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到了第三年 随着新冠病毒 已经是到了奥密克戎的阶段 其实它的治病的能力是相对弱一点 但中国仍然是非常严格 甚至是更加严格的去进行管理管控 然后到了2022年 年底12月份 突然又是180度的大转弯 而且在大转弯的前夜 中国又没有比较好的疫苗 比如说信使核碳核酸疫苗 又没有比较好的 没有储备比较多的抗病毒口服药 所以出了很大的问题 对人心对普通人的损害 心灵创伤是很明显的 在企业这个层面 小微企业遭受到的打击冲击 可以说是致命的 因为各个地方其实是有所谓的白名单 但是白名单主要是管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包括民营外资国有企业 他们的一个疫情封控管控值下的运作 但是小微企业 那就是入不了这个花名册 要政策没政策 要资源没资源 要配套没配套 所以呢举步维艰 而其实小微企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 是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的 其实包括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外资企业 也是透过商会组织 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就是因为你的政策的不确定性太高 给他们的正常的运营 其实是没有办法维系的 说关就要关 说停就要停 说把人管制起来就管制起来 在地方政府层面可以说也是疲于奔命 尤其是财政已经捉襟见肘的一些相对贫困的地方 其实是越封控越防越没有信心 民进追击在疫情期间是采访过河南省下面的一个地级式的县 一个居民就表示 其实当地人力物力财力智力都有限 根本是不会去做什么流行病学的调查 而且发现了这样的疑似病例 也没有说给他关一个单间 都是征用了学校的宿舍 七八个人有没有咳嗽的阴性的阳性的疑似病例 关在一起 等了七天以后再说 严重的就转出去 如果最后都没事 检查都是阴性 皆大欢喜各自回家 连当地的居民也是表示 那这样的防控还有什么意义呢 它直接的一个后果 就是地方财政 当然负债是一个老问题 但是三年易控下来 中国地方上的负债是不断的在增加 以上说的是习近平的讲话 那么再回到9月28日晚间的这一场招待会 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 当然就是军方 现在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画面 那能够看到张又霞和伟东 目前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两位副主席 是在现场 尤其是张又霞陷入贪腐的传闻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最近已经是连续报了至少是三次平安 接下去就是目前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四个委员中排位第一的李尚福 他同时也是中国国务院的国务委员 兼任着中国国防部长是没有出现在9月28日晚间的招待会的现场的 稍微早一天9月27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举行了一次集体学习 李尚福没有像别的几位国务委员一样去列席集体学习 也是缺席了 五个国务委员副国级的官员短短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 五个少了两个 这个真的是非常罕见的丑闻 另外三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刘震丽 苗华 张盛明 不管他面部的表情怎么样 那至少他们是坐在9月28日夜间招待会的现场的 以上说的是军方目前在任的高阶的官员 那么刚刚退下去的官员谁没来呢 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魏凤和了 因为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9月28日这次招待会的说法 就是参加会议的很多了 八百多人 那么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中国的国务委员 以及曾经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 也是出席了招待会 所以很简单的理解魏凤和是缺席了 他最不应该缺席的场合 李尚福从位置上来看 事实上接替的就是魏凤和 两个人都是中共中央的军委委员 都是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火箭军之前的副司令员吴国华 是在今年的7月份刺杀身亡 在7月底吴国华的女儿就写了一篇 确实感情是比较真挚的文字 来追议他的父亲吴国华 人之常情也可以理解 那么在文章之中他就特别提到了 军队之中是有国贼的 明镜追击当时是委托中国大陆的媒体朋友 就和吴国华的女儿进行联系 就是看他愿不愿意谈一谈相关的情况 谈多少由他来定 那么吴国华的女儿就表示 他是很提防国贼的 不愿意和海外的媒体有更多的交流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道文的重心 他自己心里耿耿于怀的 就是所谓的国贼 吴国华的女儿不愿意多说 因为事情确实比较的敏感 所以也就不好再进行追问了 不过根据吴国华 他的履历 他在火箭军担任副司令员期间 他共事的主官 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一共是三位 后面成为正国籍官员的只有一位 就是魏凤和 所以能担得起国贼这个重量的 那也只有魏凤和 当然这个只是一种联想 在李尚福8月29日 最后一次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的公开报道中之后 其实就已经有主流的西方媒体 就提及了 魏凤和也是牵涉到了中国军队的贪腐 也在接受调查之中 在8月31日 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那么是每个月举行一次 在会议上 有记者就询问魏凤和的下落 那么当时发言人 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吴谦就表示 我们将调查每一个案件 打击每一个腐败官员 中国军队依法治军 对腐败零容忍 9月28日的夜里 在习近平呼吁团结 呼吁信心的那个夜晚 中共非常多的 过往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一些高阶的将领 齐聚一堂 但是魏凤和是缺了一份 对他来说形势是大不妙 中国目前在世的活着的 国防部长 前国防部长 算起来大概是六位 如果说魏凤和 最后果然是出事 那等于六位国防部长少了两位 就像前面五位国务委员少了两位 他很大程度上也印证的 中国军队的腐败 到了怎么样的程度 尤其是高阶官员 用中共官方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关键岗位的 关键人物的腐败 已经到了怎么样的程度 这样的军队啊 能去打仗吗 那不要说普通人不相信 不要说把自己的孩子子女 送到部队去的这些家长们不相信 不要说这些最后冲锋在前的 普通的年轻娃娃们 恐怕心里犯嘀咕不相信 恐怕连习近平本人和他的政治精英团队 都不会相信 这样的军队能去打仗 这样的军队能够打出胜仗来 一个魏凤和 一个李尚福 尤其是李尚福 因为他是目前的 在任的中国国防部部长 中国国防部部长 虽然是一个虚职 但是他还有一些 比如说国防外交的功能 那少一个人 持久的少下去 也终归不是办法 所以现在一般猜测 在李尚福出事之后 最可能接替 中国国防部长职务的人选 就是今年59岁的 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联合参谋部的 参谋长刘振力 那刘振力是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他确实是 1986年参加过 中越边境的战役 而且立过一等战功 是很少数啊 目前中共的军方人物中 具有实战经验的将领 他目前也是 当前最年轻的 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在军委中排名 又仅次于李尚福 所以很有可能顺势晋升 第三个看点 9月28日夜间 这一场招待会里 这个卓军庄的老先生 应该就是池浩田了 左手边坐的是回良玉 曾经担任过 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右手边坐着的是 目前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副委员长郝明金 看上去郝明金是有点紧张 或者说是拘束感 池浩田在今年的7月份 是刚刚满了94岁了 他是中共目前军方中的 非常高阶老资历的将领 曾经就担任过 中共的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 也当过中国的国务委员 兼国防部的部长 事实上 目前包括池浩田在内的 一共是六位国防部部长在世 前面也已经提到了 当然 李尚福 魏凤和 是来不了了 另外四位 国防部的部长 现在至少说有三位 在9月28日官方给到的视频中 是可以找到的 这样齐整的正式的出现 现在根据公开的信息来看 过往非五非十的年份 庆祝中共建政的招待会上 也是出现过的 当然这一次他出现 一方面还是表明 在混乱的情况之下 中国的军队 透过这样的形式 在表达对习近平 和他的政治精英团队的 忠诚度上是没有出问题 仍然是表示支持的 池浩田的这一次的现身 之所以还有必要再提一提 主要是因为 日本的一家媒体 已经围绕着 所谓的北戴河的会议 看出了至少是四篇报道 第一篇报道就提起 北戴河期间 习近平已经没有一些 所谓的元老对他进行干预 但是尽管如此 他的挑战仍然很大 进入八月份之后 这一家日本媒体 同一位作者 看出了三篇文章 指中共的三位元老 对习近平在北戴河 是进行了批评 和对峙 三位元老按出场顺序 分别是曾庆红 表达是比较的直接 接下去第二位是池浩田 那么他是坐在 曾庆红的身边 对习近平进行了 一个沉默的示威 文章的说法 他的沉默是值得玩味的 第三位出场的元老 所谓的元老是张德江 所以他构成了三个派系 江派 军方的大佬 以及张德江 被理解成为 是和邓小平和邓普方 关系非常密切的 那就是所谓的邓派 所以现在回头来看 池浩田作为一位 过往的副国籍的 退下来的官员 如果说确实是发生了 北戴河休假期间的 那沉默的一幕 和曾庆红和张德江 打配合 那恐怕就算 但池浩田没有因此 遭到额外的压力 他本人应该也不会 愿意去现场来表达 对习近平和他的团队的支持 9月28日晚间的招待会上 一大批军队高阶将领 为习近平的讲话背书 这显然也是习近平需要的场景 那就是在加强军队反腐的背景下 他仍然获得了军队的支持 而这种支持 也展示了中共的团结 但是民间对中共反腐的信心 看上去在不断动摇 火箭军的换帅 李尚福的失踪 等一系列异常情况 在中国社交群组里 引来了广泛的公开化的讨论 人们对反腐的效果 持悲观态度 中共显然也是意识到了 目前民间存在的这种情绪 就在9月28日 中纪委国家监委的官方网站 是刊出了一篇署名评论 中纪言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所谓的中纪言 谐音应该也是一个写作班子 写作小组 中纪委言论 所以从评论的规格上来说 这个文章的样式是比较高的 一篇文章 文章就特别提起 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 反腐败斗争 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是一场输不起 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 关于民间的信心信任 文章还专门拿出了一段 其中很重要的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在反腐败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不信邪 不怕鬼 不怕压 党中央 中共中央将人民满意 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最高标准 坚决对重大腐败案件 加大惩处力度 坚决向群众身边腐败 和作风问题亮剑 文章就特别强调 十年魔一剑 中共的反腐败斗争 是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并全面巩固 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 存在的严重隐患 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 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当然恐怕也意识到 这样的话是比较难以扶重 文章又提到了 眼下反腐败的形式 来了一个所谓的辩证法 就是说 一方面是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并全面巩固 这是对取得成绩的概括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这是对存在问题的准确把握 得到的结论 那自然就是反腐败斗争 是一场攻坚战 是一场持久战 文章是给到了一个思路 怎么样取得攻坚战 持久战 能够坚决打赢这个效果 开了一些方子 就是加强党中央 对反腐败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 打好总体战 坚持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一体推进 同时发力 同向发力 综合发力 最后就是深化 反腐败的国际合作 一体构建 追逃 追赃的机制 最后就是发出了呼吁 要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将反腐败斗争 进行到底 文章比较的长 能够完全读完 需要足够的耐心 其实腐败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说法 就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 国际上普遍的做法 为了切断金钱和权力之间的交换 那就是让公权力的运作 尽可能的处在阳光之下 让相关的民间组织变得强大 有发言权 包括让媒体有所谓的第四权力 能够运用 能够发挥等等 所以所谓的中国特色反腐之路 指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比较好的样板 可以去学习借鉴 甚至是模仿 偏偏要搞所谓的中国特色呢 再比如说纪委要接受 同级党委的领导 那么纪委又如何对同级党委 特别是党委的一把手来进行监督 这样的监督究竟如何来落地呢 再比如在中共纪检监察的一些规则 一些操作的手册之中 讲政治事实上是排在不贪腐之前的 这样下来 是否贪腐和是否忠诚 就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中国特色之下 其实腐败看上去也是层出不穷 越反越腐 所以这样的特色意义又在哪里呢 太多的问题 太多的问题是需要给到答案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